高雄市工业密集的城市 但近期不管是东南水泥还是新达电厂 都出现多次的公安 人为操作不当事故 而高雄市议员陈丽娜在设政部门质询时 就痛批市府老检处 似乎被业者当作塑胶 所以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老检才是有用的 不会被所有的这些机关单位 当作我们是塑胶的 可以知道不论是从工部门 还是说东南水泥自己本身 其实都有严重的错误 所以这样子来讲 如果老检的螺丝再不锁井的话 高雄市的公安事故 还是会一定不断的频传 所以我们希望高雄市老检 不要让人当作是塑胶做的 应该要好好的上井发条 然后把每一个环节都盯紧 公安事件频传也带来严重的影响 因此陈丽娜也严峻要求 劳工局要再加强老检力度 找出其中的问题与盲点 来解决加强整体程序公安 现在高雄的公安事故频传的当下 其实老检更需要把每一个环节都盯紧 不论你的工作有多少 但是你只有把这个环节盯紧之后 我们的公安才能够比较少 然后让高雄市不要老是在这些事件频传 我看最近的这些事情已经也搞得 大家都受不了了 公安事故的发生不仅会有危险的疑虑 更可能让全民来承担后续带来的影响 陈丽娜也严正向楼工局呼吁要紧定业者 公安事故可千万别再发生 记者李嘉龙 潘文玉 高雄报道